最近,美国与伊朗的关系,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,而就在大家都十分关注美国,会不会直接动手打击伊朗之时,双方各自扶持的势力就已经率先进行了交火。 比如说沙特和胡塞武装,我们知道,沙特是中东地区美国的又一个小弟,但沙特整体的作战能力并不是很强,包括军队的训练素质的。 所以,在一定程度上,沙特特别依赖美国的支援,但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,这是在打仗啊,有战争必定有伤亡的,美国才不会做这种亏本生意的。 所以,美国除了给沙特提供一些必要的军事武器之外,就是向胡塞武装发射几枚导弹进行警告了,其他的,美军并不想多管。 所以,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在河台进行的战争中,没有了美军的支援,沙特频频失利。 据悉,前不久,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,并且大肆炫耀战国。 这让沙特很多士兵都失去了战斗的意志,而且,据沙特军方爆料,有些沙特的士兵,一见到胡塞武装,就立马扔下武器新逃命了。 在这关键时刻,胡塞武装更是抓住了机会,狠狠地对沙特进行了打击。 据中东新闻20日报道称,当地时间19日晚上,沙特首都利亚德遭到了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。 此次胡塞武装使用的,正是伊朗提供的军事导弹。 多枚伊朗导弹骑射向沙特的首都,对沙特首都境内的军用机场以及军事基地进行了轰炸,损失惨重。 而之后,胡塞武装很快也予以证实,确实用伊朗导弹空袭了沙特的首都。 那么问题来了,很多朋友都会有疑问,沙特由美国提供现先进的军事武器,为何总是频频受到胡塞武装的袭击呢? 当然了,对于沙特来说,本身存在自拗的倾向,因为沙特背后有美国的支持,所以,在攻打胡塞武装上就比较掉以轻心,总觉得自己势力很强。 胡塞武装又没有经过正规训练,不值得一提,因此才会频频地被胡塞武装教训。 另一方面,胡塞武装占领的河台地区,属于军事要地,一手难攻,地理位置非常优越,所以,在沙特向胡塞武装攻打过程中,难免会遭到不顺,而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力挺,这也是沙特失守重要的原因。 沙特的秘密 沙特和 Engk 沙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